這一章節我們要進入到圍影製程 所謂的圍影製程呢 它是用光學的技術來圖案化製程 什麼叫圖案化製程呢 將設計好的圖案從光照上的圖案 轉移到晶圓表面的光圖上所使用的技術 我們這邊先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圍影製程技術我們稱之為Listography 簡寫叫做Listo 因為它的全名叫Listography Listography 所以提示叫圍影 那通常圍影步驟通常都會接什麼呢 圖案化就是要幹嘛呢 圖案化就是你要做差異化製程 你要做差異化製程 什麼東西需要差異化呢 在半道理製程當中呢 通常圍影接下來主要兩種可能 第一個 時刻 就是某些地方要移除 某些地方材料要保遠 這叫差異化 第二個 餐長 某些地方要參長 某些地方要參長 某些地方不要參長 通常圍影結束後 大部分都是接這兩項步驟 一個是時刻 不明是參長 那我們來描述一下 所謂的時刻是什麼 假設這裡有一個晶圓 上面有一個薄膜A 我想要某些地方的薄膜A給移除 某些地方的薄膜A不要移除 怎麼辦 那移除呢 比如說最簡單的 假設A就是一塞歐頭 假設這個是HASA 我要移除它 我可能使用的單兩個 我可以用HF 或者使用BOE 去實刻它 可是如果把整片晶圓拿去套BOE 我實刻的就是整片晶圓的兩面 可是我只想要局部被實刻 局部被留下來怎麼辦 我就需要一個保護膜 我希望有一個保護膜 這個保護膜就稱之為光組 這個保護膜稱之為光組 photo resist 簡寫到一樣 光組 然後呢 光組去保護住 不想被實刻的SIO2 而 要被實刻的SIO2呢 我就把光組 產生圖案 讓這個地方不要人光組 比如說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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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圖案就長這樣子 那這是痕跡面圖 如果是俯看圖呢 俯看圖就是 晶圓整個在這裡 而假設我今天要挖兩棟 我的光照上的圖案 我圖案就長這樣 長這樣 那它就像這個圖案 轉移到晶圓表面 那晶圓表面 那晶圓表面就變成 怎樣呢 這兩 這兩個地方呢 挖了 這個保護膜 光組這兩個地方 就沒有光組 然後呢 再去用BOE試刻的時候呢 二氧化氣就被死刻掉了 二氧化氣就被死刻掉了 死刻掉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保護膜 光組給移除 給移除 給移除 欸 這樣的話 你的 你的 你的晶圓表面是 就開始產生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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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步驟就叫 回應的步驟 那第二個 參雜呢 一樣 這是SLEEP表面 我如果全部拿去 一起打出一隻褲子 就全部都被參雜到 我如果只想要在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參雜 其他地方不要參雜怎麼辦 一樣 我上保護膜膜 這個保護膜膜叫光組 然後呢 圖案一樣 我如果還是要兩個保護膜 我一樣用這個圖案 那這兩個圖案上方 沒有保護膜膜 把保護膜膜給移除 給移除 然後呢 其他地方有保護膜膜 不光組存在 PR存在 這時候再當去打褲子褲子 那被褲子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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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褲子褲子 就不會打到褲子 就只當大褲子褲子 裡面而已 沒有被保護的地方 就當起來了 就當起來了 這樣子 就奏成了局部差異化的地方 所以 微影步驟 是用來執行差異化的 一個褲子褲 微影製程 是用來執行差異化的褲子 而差異化 你不要定義 哪個地方要差異化 所以就會產生出位的圖案 這個圖案就是描述的 你哪裡要做什麼 你哪裡要做什麼 你不要做什麼 而這個圖案會在哪裡呢 這個圖案會在光照上面 光照上面 所以 微影呢 它需要一個東西叫做光照 簡稱mask mask就是含有圖案 圖案 圖案在光照上面 然後利用光學的方法 將這個圖案轉印至到 晶圓表面的保護膜上面 這保護膜就叫光照 所以 將圖案 從光照上的圖案 轉印至光照上的圖案 將它的圖案轉印到光照上的圖案 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就叫做圍影 這個圖案就叫做圍影 所以回過頭來 所以我們所謂的圍影技術 它是利用光學的辦法 讓你整個製程 要進行圖案化製程的時候 將設計好的圖案 設計好的圖案 會畫在哪裡呢 會畫在光照上面 而光照上的圖案呢 再利用圍影製程 轉印到晶圓表面的光組上面 所以圖案就會轉印到晶圓表面的光組上面 這個技術就叫做圍影技術 那最早用在印刷工業 後來用在印刷電路板 現在是IC製程的最重要的技術 所以 要進行任何圖案化的步驟的時候 一定會先經過圍影 所以經過圍影 下一步很有可能是什麼 時刻 很有可能是什麼 離子不止 所以一般圍影結束之後 不是時刻就是離子不止 絕大部分都是時刻過離子不止 那圍影有什麼要求呢 它進來是圖案的轉印 我們就希望圖案的越清楚越好 也就是需要有什麼呢 解析度要 感光度要高 還有什麼呢 今天我的晶圓上面 我要做一個電視頻 或者做一個晶圓電路 我的圍影步驟可能有 一二十到五以上 也就是我的圖案是堆疊一二十個圖案 而每個圖案跟圖案之間呢 我希望 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完全對準 完全對準 也就是什麼呢 我東邊要畫一個老虎 西邊要畫一隻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希望這兩個相距離是 十公分齁 左青龍 右白虎 相得十公分 可是呢 我的青龍可能要用阿賽做的 我的 我的左青龍用阿賽 我的白虎可能要用奈川 它們是不同的層 所以呢 我不太可能同時做出這兩個來 我可能是怎樣呢 我成長到阿賽之後 我要三個銅光 先做 先做主青龍的部分 然後呢 再成基層 Nitro 再做 右白虎的部分 而我兩個相距要要求十公分 可是 在曝光的時候 我在做主青龍的時候 是對峙 圍影制成 有一個圖案A 有青龍的圖案 然後做 而白虎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個白虎的圖案 可是在對準的過程中 兩個 我要剛剛好差 十公分 可是只要有一個分 拉一點點 那我兩個距離就 一到十公分 這樣是不行的 那舉個更出名的例子 假設我今天 青龍跟白虎要 垂直的疊力在上面 下面要青龍 上面要白虎 我青龍做好了 我要做白虎的時候呢 我在曝光的時候 要講 我在做主觀化的時候 我wire 結果發現 糟糕 我的白虎沒有坐在青龍的上方 我原本要青龍起白虎 就會變成什麼呢 青龍在白虎在旁邊 變成什麼 青龍半白虎 而不是 起白虎 就會這樣 所以對準層跟層之間呢 他們的相對位置 我們希望越準確越好 準確根據什麼定義呢 根據你當初在設計電路的時候 決定 假設我A元件跟B元件 兩顆電機在電路上的結構 A元件在這 B元件在這 可是呢 你在做圍影製程的時候 假設它歪了 變成怎樣呢 如果兩個距離遠一點點 特性可能會有點差 可是結果兩個距離很靠近 我在設計的時候兩個很靠近 為了節省面積嘛 我電路會畫得越輕易 我的面積越少 結果在對準的時候呢 欸 第二層的圖案 在第二層的圖案 再印下去的時候 叫我教阿翔一下蓋一張 我左邊要蓋一個張 右邊要蓋一個張 我先蓋左邊這個 到下方再蓋右邊這個 兩個亮應該是在旁邊的 結果在蓋第二個的時候呢 不小心歪了 偏左邊一點幹 結果就過來變成怎樣呢 A元件跟B元件 現在產生overlap 但你的電路真的又回掉 尤其現在都已經到耐能等級的尺寸了 尤其現在都已經到耐能等級的尺寸了 所以元件要能夠位置要能夠精準 很重要 要能夠精準的很重要 要能夠精準的很重要 而上面那層保護部 我們講的一個叫光組 photo resist 簡稱叫DR 它必須要會有光源濕分明感 它其實就是有點底片的原理啊 照相機早期在用裡面 可能現在大家也不曉得 像數位相機 當然數位相機有所謂的ISO 光組的改光度越高 曝光世界越短的產量就提到 這只要告訴你什麼呢 我要形成突然的時候 我要用光去照 而光不是馬上照馬上成功啊 它照著人家收集一段時間的光的量 來產生化學環境 因為微影步驟本身是個化學環境 它用光達到這層光組 而光組裡面會有感光劑 有感光劑之後呢 它吸收光的能量 讓光組產生化學變化 產生化學變化之後呢 它就可以被溶解掉 就像洗項鍊一樣 它就可以被熄掉 然後被熄掉 就才能圖案化出來 所以呢 曝光的時間越短 你才能夠產出更多的圖案 否則你正曝光 譬如說我拍照 我拍照的時候呢 每一張照片需要畫一秒鐘 它曝光了一秒 曝光了一秒 曝光了一秒 那我拍一百張照片 我至少要一百秒 可是假設說我的曝光時間 只要有0.5秒就可以一張 我只要曝光力的5秒就可以一張的話 因為我就可以讓一百張照片的時間 可能縮短到只要50秒就可以 這就告訴你 曝光時間越短 產量就會越好 但曝光時間越短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感光度要更高 因為你要有足夠的光的光量 來產生足夠的化學變化 那感光度越高 就需要越少的光 就可以達到這個化學變化 好 所以 講完這些大概的介紹之後呢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介紹一下 那到底整個圍影技術的過程是怎麼樣 那如果跟我剛剛在白板裡面所介紹的 我只是要做差異化 我需要用光阻來當作差異化的保護活動 所以第一步是要怎樣呢 先把光阻塗布上去 也就是你晶圓表面要產生差異化之前 你要產生圖案 而這個圖案要產生在誰上面呢 要產生在光阻上面 要產生在光阻上面 所以首先你要先在你的晶圓表面 圖上光阻 有一層光阻塗在上面 圖完光阻之後呢 接著要讓 光照上的圖案 轉變到 光阻上面來 那就需要所謂的對準 等到圖案對準之後 接著 光照打下去 開光 打下去 這個步驟就要不光 因為光阻本身對光是很能感的 它就像第一片一樣 料理各位不知道什麼是第一片 在現在的年代可能不知道 底片就是一個感光的東西 只要在光照到它 它就不光了 它就不光了 它就放了化學反應的 那鋪完光之後呢 它產生了化學變化 你就可以使用什麼呢 化學溶劑 去洗出 哪裡也被不光 哪裡也被不光 照出有照到光的地方 它產生化學變化之後 你的光阻成分就會變質 一變質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特地的化學溶劑 給清洗掉 清洗掉 那這個步驟就叫做鮮明 這個步驟是鮮明 因為你照到光 你只能發生化學變化 你整個光阻突破還是完整的嘛 所以光是照光 互關完 你的光阻還是一整片啦 你突破完光阻之後 光阻是一整片 照完光之後 光阻還是一整片 沒有變化 它只是局部照到光的地方 有突然的地方 發生化學反應 但是 只是發生化學反應 鋒墨還在 鮮明就是怎樣呢 把不需要有光阻的地方 給溶解掉 這個步驟就叫做鮮明 這個步驟就叫做鮮明 那首先來 怎樣叫鼓鼓光阻呢 首先直接介紹 什麼是光阻 光阻是一種臨時 逐步在心中表面的感光材料 它雖然會光源感光 但是它對光光不太敏感 因為在做實驗的人 怎麼可能在 完全看不到的環境裡面做實驗 像早期相機師使用膠卷的時代 或底片的時代 它們就需要一個叫暗房 暗房 因為在暗房的地方 才能抽出地片 因為暗房沒有光 底片才不會 隨便變得光 而 半導體所使用的光阻呢 它對黃光不敏感 所以整個黃光製程 整個維吾製程 所處在這個空間呢 它的光源都不可以使用白光 都是使用黃色的光 因為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你的光組上的化學感應 所以 維吾的區域呢 通常就稱之為黃光室 就是黃光的房間啦 黃光室 這是因為它對黃光不敏感 所以整個維吾製程的作業都要在黃光室裡面 所以這就叫所謂的黃光區或黃光室 那光組分兩種 一種叫做正光組 一種叫做副光組 他們的差別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們要講到光組的成分是什麼 光組裡面的成分主要包含四大類 聚合物 反光劑 溶劑跟添加劑 反光劑就是用來吸收光的 吸收光的能量 吸收光的能量呢 它就會對聚合物產生作用 聚合物就是長鏈狀的東西 長鏈狀的東西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機械性是比較強的 比如說我剛剛講過 我們的光組是用來幹嘛呢 有時候我要食客的時候 她要阻擋食客嘛 阻擋食客 她就是必須要 比較不容易被食客 對吧 光組要用來阻擋食客 那光組要相較於 比較不會被食客 那要講才會不會被食客呢 長鏈狀的聚合物比較不容易被食客 所以她首先會有聚合物 而感光劑就是讓他們聚合物反應的 它只要讓他們反應呢 聚合物是一個長鏈狀 可能是很多碳電體的 長鏈狀的有機物 光組本身是一個有機物 它裡面 這個聚合物裡面 包含許多的碳電體 是個長鏈狀的碳的聚合物 那 感光劑吸收光源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如果今天我們的光組 剛剛講過光組分兩大類 你可以叫正光組 你叫副光組 我們先講正光組 所謂正光組是什麼意思 正光組代表說 光組裡面的聚合物 是長鏈狀 而且是間階的聚合物 但是照到光之後 我趕快去講 照到光之後 光的能量會破壞間階 那就代表怎樣呢 光組上面 只要有照到光的部分 它的間階就斷掉了 間階斷掉之後呢 我只要 配上適合的滑雪容易 就可以溶解掉 這個被曝光的光組 因為它間階被打斷了 它間階被打斷了 它間階被打斷了 就容易被食客掉 間階被食客掉 所以正光組就是照到光的地方 經過化學溶機的血液之後 光組會移除 就變成有照到光的地方 血液團就沒有光組了 副光組當然有相反 副光組是什麼呢 這光組裡面的覺悟 是斷見的 一般是斷見的結構 也就是說 你拿去血液它會直接被洗掉 而照到光的地方呢 因為承接光的能量 光的能量拉發 真化學反應會怎樣呢 它的間階就會形成 照到光的地方反而會形成間階 那麼拿去泡化學溶液的時候呢 有照到光的地方 光組就會流下來 每照到光的地方 光組就會被溶解掉 這就叫副光組 所以兩個的差別是什麼呢 正光組有照到光的地方 會被溶解掉 副光組有照到光的地方 會流下來 每照到光的地方 會被溶解掉 就差一整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把聚合物、感光劑 跟其他的東西 溶解在一起所需要的溶劑 那添加劑是額外 為了化學反應作用 額外的東西 後面會再介紹到 主要這四項 聚合物、感光劑、溶劑 那添加劑是 後來為了製程回調的時候 可以加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剛剛講過 整個圍影製程一開始是怎樣呢 整個心情 整個基本上面 先突兀一層光組 這層光組是怎麼突兀呢 它基本上 它是使用離心力 是怎樣呢 晶圓表面 一剎光組之後 晶圓旋轉 旋轉的時候 就會將光組向四周給 甩出去 甩出去之後呢 就會分佈在整片晶圓表面 就好像各位 拿個東西 拿個玻璃 玻璃盤 上面 滴了水 然後呢 旋轉它 雖然它這個中間的水就會像四帶 然後呢 就會突破在整個晶圓表面 所以是 它是用旋圖的 怎麼稱之為 Speed Conning 旋轉螢幕 簡稱旋圖 光組是用旋圖的方式 均勻的分佈在表面 然後呢 接著呢 開始要照到光 大家講過 對於正光組是什麼呢 有照到光的地方會被融解掉 沒照到光的地方會留下來 那 如何去定義哪個地方要照到光 哪些地方不照到光呢 就是使用所謂的光照 所以光照不明思義 它是光的照 就是膽光的地方 光照是用來膽光的 所以光照上面有圖案的 通常這個圖案是金屬 各金屬 一般是使用各金屬 它用來遮住光 它可以遮光 所以這層各金屬的圖案 會遮住光 然後呢 沒有遮住光的地方 光會打過去 被打過去的地方就被護光了 護完光之後呢 經過化學能一洗掉 就會只留下兩個藍色 這就是正光組 那 它就等於是在光照上的圖案 轉映至到金屬表面的光組上 光照上的圖案 轉映至到金屬表面上 那如果是副光組呢 如果是副光組的話 那剛好相反 有照到光的地方 反而會留下 沒照到光的地方 反而會被吸掉 反而會被吸掉 好 相反 然後呢 曝光 曝光的時候呢 使用光照來去定義 哪裡要被造到光 哪裡被造到光 所以 最後光組上面的圖案 其實就是光照上的圖案 就是光照圖案的圖案 因為有光照來定義 哪個地方要照到光 哪些地方不照到光 所以如果光照上面寫上圖的名字 曝完光之後 光組上面就會變成圖的名字 是一樣的刀 是一樣的刀 所以光組裡面也需要去用聚合物 因為聚合物要能夠承受石刻跟粒子物質 因為我前面講過 它是用來阻擋石刻跟阻擋粒子物質用的材料 所以它需要比較堅固一點 就有聚合物 那最常使用的聚合物就是 甲醛或樹脂 通常就是分甲醛 或者是分泉醛醛這兩倍 我們都照去用 那如果是負光組的話 就會形容去義無二系橡膠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怎樣呢 這就是 光組的工資 他們要去研究用什麼化合物 才能夠產生最好的成像效果 這是另外一個專業 化學的專業 那感光劑呢 就是一種感光性很強的有機化物 它能夠控制並調整光組 在負光中的光化學翻譯 前面講過 正光組是利用光的化學翻譯 破壞見解 負光組相反 它利用感光劑來形成見解 所以負光組形成見解之後 照到光亮亮反而會留下來 正光組是破壞見解 所以照到光亮亮反而會被融解掉 是這樣子 而融解SOVEN 就是把感光劑跟聚合物融解在一起 所需要的融解 SOVEN 那正光組通常是用觸酸液類融解 它復光通常是用二加分 基本上就有五二顏 我們會使用就可以了 這有蛋餅銀漬開發的場上 它有它們自己的配方 再來 添加其實可以用來什麼呢 用來控制並且調整光組在曝光時的光化學翻譯 也就是來增進圍影曝光時候的圖案解析錄 它是用來增進解析錄 因為有些顯影融記在曝光完的時候呢 會造成光組膨脹時的圖案影區 因為 因為光組在曝光之後吸收能量 在吸收能量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吸收點熱 所以導致光組可能會有點膨脹 只要有膨脹你的圖案圖形就會變掉 所以加一點燃料或是加一點天壓器 就是要講呢 讓光組穩定 吸收光之前跟吸收光之後 盡量不要產生圖案的膨脹和縮小 盡量不要讓它產生圖案的影區 所以 添加性燃料主要是為了讓形狀穩定 不要讓它在整個黃光的製成步驟當中呢 圖形出現變化 避免讓圖形出現變化 所加入的添加劑 而目前基本上都是使用正光組 因為正光組的解析度比較高 副光組的解析度比較差 所以目前都是使用正光組 主要是因為現在找的材料 裡面正光組的解析度比較高 那會不會那一天找到出一種新的副光組 跟它的解析度比較高 也有可能 但是這就是材料上在做的事情 材料上要去研發新的光組 每一個人都從世代 原件越微小化 對於微型製成的要求就越高 對於圖案的穩定性就要越重要 你就想 大尺寸的時候 1mine的情況下 誤差的10Nm根本沒有差 1mine的尺寸之下 圖案誤差的10Nm沒有差 但是當你的長度小到只有30Nm的時候 還誤差10Nm你就會被老闆打死 就差異太大 就差異太大 所以呢 圖形越小 圖案的穩定度就要求越高 解析度也要越高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四個示意 一般副光組過完之後 會是一個tanker的形狀 而正光組通常會比較銳一點 所以正光組的解析度會好一點 副光組會不會有一點點軌 但是這個已經 這個其實 這是很久以前的世界遊戲 再來 光源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不同的光源 它使用的光組會不同 所以 當你使用的不同的曝光光源的時候 你的光組就要使用不同的成分 因為 光源不同 波長不同 能量不同 那吸收的材質就要選擇就要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材質要吸收的光組不一樣 所以 不同的 不同的曝光源 就要使用曝光光組 而目前最常看到的曝光源呢 比較舊的有G-Line G-Line G-Line是波長4365 耐米的波長 叫做G-Line 那還有呢 就是 I-Line 學校比較普遍使用的G-Line I-Line I-Line的波長是365 耐米的 而 走到 深次微乳 走到耐力等級的尺寸的時候呢 就要使用 深次外線 DUV 248耐力或193 而28跟193呢 一直使用到7耐力之後呢 三獸就投降了 說 DUV不夠用 它就開始用 現在最好的叫做EUV 其紫外光 D是深紫外光 它是定的 DEP UV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 DUV就是深紫外線 而其紫外線就是EUV EUV 其 EUV就是更多波長 因為 越短波長的光 它才有機會曝出尺寸越小的圖形出來 所以在 尺寸微小化的過程中 也在追求光源的波長 希望越小越小 所以呢 不同的世代就出現了 像0.5次乘的時候 使用的是 436nm 因為436nm 其實就是 0.436mm的意思 365nm就是 0.365mm 可以用到0.35之乘 那4365的話 可以用到的 是 0.35之乘 0.5之乘以上 那 0.48 和0.193 就是 0.35之後 0.25 或者0.18之乘以下 但是 後來 因為有個牛人 有個神人 在看電影的超強 一部分是 它發明有個狂化師 我流过场虽然只有一组伞 但是我可以曝光一直曝到现在的七耐之神地区 很厉害 它发展出来的这个净论式曝光法 后续会想到 其实很简单啊 它就只用了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 光是有电子波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波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速度是不一样 但是频率是一样的 而速度等于频率乘上波长 换言之 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波长会不一样 波长会不一样 所以 我们想要复微小尺寸的原件的时候 我们希望波长越短越好 那只要是可以让波长变短呢 要不然就是选用你的曝光源 光源本就是波长短 要不然就是怎样呢 将这个光要复到清源之前 让它先经过一个介质 而这个介质可以让它的波长 更多 但最简单就是什么呢 水 光到水里面 波长就会变成 所以 很多光源开发的人 就是卖护光机的人 他每做一个新的光源 他就可以卖一个新的价钱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走到DUV之后 就一开始有人在做下一个光源 想说啊 DUV之后面应该还有其他的支持要用 一定要提早做 结果呢 自从这种 将整个曝光机制 放到自己里面 这种叫做 Immersion Mode 净润式曝光法 就是将整个曝光系统 放到自己里面 去曝光 那这个环境下 你的光源的等效波长就变短了 就不需要买新的光源了 那瞬间很多 曝光机的开发 他们就倒闭了 因为 压错了 我把钱都拿去发展新机台 结果没有人要买新机台 因为发现不需要 泡个水就解决了 那他去运回路下去怎么办呢 把水再换成其他容易就好了 再找到新的容易 使得怎样呢 他可以让波长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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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短到什么呢 这个技术运超新台 但七奈也是的技术 都还是使用VUV 然后一直称到七奈 你看多厉害这个 他断送了多少 卖曝光机厂商的生意 真的 党人财务犹如杀人父母 真的 那个时候就很多人 你要知道 做一台曝光机的研发肥油肥高 现在一台机子外光 UV 卖的售价 高达1.5亿到2亿美金 这是卖价 你就知道原来的成本 研发肥油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 这个没有中小企业 只有跨国企业才带得起 而一旦你让他们的研发顺食 成了耗费了 你花了上亿美金 就告诉你 我不买 我发展出更好的办法 那时候你就知道 有多少公司断送在这项技术之下 好 再来 光组还有所谓的化学增强式光组 它其实就是增强光组的感光度 增强光组 后续会再继续介绍 什么叫做化学增强式光组 就是 曝完光之后 光吸收 光组吸收光 曝完光之后 我产生光酸 敷坏间接了 可是我这时候敷坏间接 我怕它敷坏的不够好 怎么办呢 我曝完光之后 我不直接拿去咸银 我再拿去加热一下 加热一下 就可以让这个光酸再续续反映 那它的涂案就会更漂亮 所以 所谓的化学是 化学增强速光组 其实就是这样的 曝完光之后 传统是曝完光 就拿去咸银 泡坏就不一样 我曝完光之后 先别急着咸银 再拿去烘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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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它反映更完全一点 然后呢 当然 你不得一直烘烤到 没有化学反应 因为在烤的过程中 溶气也会违发 光组就会越干了 光组刚突破上去的时候 是半湿润的状态 半体半物体的 可是如果你烤太呆了 它变成物体之后 它就溶解不掉 即使它产生光酸 产生化学反映 破坏间接 可是如果你再烤到太干燥的话 就溶解不掉 所以这还是 这还是有适当的加热 不是你随随便便想加热 有加热 想说丢一趟去烤个几分钟 几分钟 没有 这只是加热一下下的 所以 光组的要求解析度要高 抗失科能力要好 再来 附着力要好 因为它毕竟是额外陀布上去的 陀布上去的 如果光组的吸附能力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在制成的过程中 光组如果剥落了 那就完蛋了 我的保护噪音 应该要粘得好好的 突然间被吹走了 或是在水溶液里面 水流在冲刷了 或者都被沉掉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 光组的附着力要 然后呢 抗失科的力要高 解析度要高 而解析度要高 而解析度要高 还是哪个解析度要高呢 然后呢 薄末 光组的薄末越破解析度就会越高 你就想 我越厚了 我最后图案化之后呢 我的 我的图案让人够越垂直就越困难了 越厚的薄末 在石科完之后 尤其是光组的薄末 我铺完光 光照射下去之后 产生化学反应 然后我再用溶剂把它溶解掉 你想要产生一个非常锐利 直角的光组图案 你的薄末越厚 你就越难产生 越锐利的角度 那你越薄就越有可能 它的图案会越漂亮 这个用脑袋想想的影响出来 同样的一些经约表面 一个光组这么厚 一个光组这么薄 我同样将产生一个 方形 这是光照 光照叫做MASK 就是一个真光照 真光照 然后光打下去 照理说这些都被溶解掉 被溶解掉 被溶解掉 但是因为太深了 大家要知道 曝光会有所谓的景深 就像拍照羊 会有所谓的景深 什么叫景深 就是图案清楚的范围 图案可以清楚的范围 就是景深 光打下去之后呢 它会在景深的地方最清楚 然后再向外側就越来越厚 所以呢 越薄的地方呢 景深的宽度是有限的 越薄的时候 它可以全部都在景深 我铺完光之后呢 我的角度可以很瑞 我可以变得很方正 可是呢 那薄膜厚度如果太厚了 首先第一的 薄膜的厚度部分 可能超过景深了 图案可能就会有不了 第二个 在溶解的过程中 薄膜越厚 下面的光的强度就会越弱 那它可能的曝光就会不完全 使得这里可能光源太弱 因为我要破坏 今天需要一样的一定的能量 我虽然有照到光 但是光的强度到周边变弱的时候呢 我虽然有照到光的 但是光的强度 不见得可以让我破坏 完整的破坏这个境界 所以在溶解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产生 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的形状 光组破坏光之后 可能就产生这样的形状 好 这个是这样的形状 哪个漂亮 当然是这个形状漂亮 我要让光组的图案 完整的在光照的光组上面 但是这个光组太后 十颗完整之后 行传之后 也这样 所以 国墨越薄 图案 会越漂亮 但是 越薄的缺点是什么 我跟家庭讲过 他是来抗十颗 抗离子固執的 国墨越薄 他的底下的力量 就会越差 所以这要tray off 要好好的交相好 或者是想不到找出更坚固的光组 所以 在目前BLSI的发展 尺寸越柱越小 希望光组的解析度要越高 那就希望光组伯伯伯要越薄 而光组伯伯伯越薄用的派伴 他无法抗 使客能力跟离子固執 所以他就需要 炸纳酒去想办法 研发出更好的 曝光技术 所以大家看过 我有几个做法步骤 第一个光组要先徒步上去 光组上去之后 我刚讲的就是用旋逻的方式 用旋转徒步的方式 徒步上去之后呢 放到曝光机台里面 曝光机台里面呢 给他光照 光照上的图案 经过曝光之后 光照上的图案 就会转映到什么呢 光组上面 所以复完了光之后呢 光组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光酸了 破坏见解了 接着拿去 也就是泡到化学容器里面 将照到光的部分的光组 给溶解掉 溶解掉之后呢 光组就会出现形状 原本是一整片 无差别的纹墨 溶解完之后 照到光的地方 就可以溶解掉 溶解掉 那光组上面就会出现图形 那这个就叫做 就是将影像图案 显现出外 这叫做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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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完之后呢 显影完之后 整个过程当中呢 部分会用到烘烤跟冷却 后面会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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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需要烘烤跟冷却 是有问题的 所以 所以 整个围影的步骤呢 基本上包含这 八个步骤 而这个八个步骤里面 每一下课是什么呢 我们修行一下之后再告诉各位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围影的观念 跟概念 接着我们开始来详细的拆解 每一道一道步骤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围影制程 都是这八个步骤 而月星的技术值 在这个八个步骤当中呢 有较多detail的 不同的程式 或者是不同的改良方法 这我等一下再介绍各位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讲完的是 围影的概念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围影的每个步骤 还有它的目的 是干什么